我的名字 那其实你在网路上找到我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你Google关键之物老师 前面大概有三四个吧 都是我的 第一个是我的部落格 那我部落格里面有几千篇的文章吧 都是在讲有关教学 都是电脑相关教学的 那第二个是我的教学频道 我的YouTube上面的话 目前观看次数超过500万次 订阅人数超过一万两千人 不过这个只是其一的频道 因为我至少有十个频道 十个channel 那这个十个channel 不定期都会更新内容 所以也许我们上课东西会传到YouTube 但是因为脚裤有三裤 所以永远很多人想要固定的听很多东西 但是可能有时候听到这个 可能下一次不知道放哪里 那另外的话呢 有关于CLVBA 这教学关键字其实也蛮多的东西 所以你在上面应该可以查到我的 那除了教VBA之后 我还教APP教学 所以其实我也教一些 当然你东西放在 比如说资料库里面 怎么样再跟APP做连接 这之间其实可以有一个相关联系的 资料处理完 手机也可以看到 那这样不是非常方便吗 那相关的教学其实蛮多 除了我们这边上课之外 但很多工作人员训练处 像那个 自强工业基金会等等的 新北市劳工大学 都有相关的课程 那我的相关的经历 目前的话 当然主要还是从事教学跟顾问性质工作 那最早以前曾经担任过大概十几年的 就是Programmer 然后呢也曾经有创业的经验 曾经担任过那个某电脑公司的执行长 OK 有五年的经验 所以有很多的实物经验 不是 那现在的话呢 当然在学校教书 也是主要是希望能够教一些比较实物面的东西 不是只是纯理论 OK 那我的证照也是相当多 超过三十张 不过这不是重点 那我刚刚讲过了 我的观看次数也超过五百万次 而且里面呢 不是放一些搞笑的 上面也没有我的照片 里面只有我的教学 然后订阅人数有超过一万两千人 因为这样的关系 Google每个月也会给我钱 多少钱呢 这秘密 OK 也不是重点 那另外呢 那证照中心也找我当 这个 这个专家咨询 然后有帮忙从事审题命题 等等的工作 那接下来的话 来介绍一下有关参考用书 那特别注意各位 有一些心理准备 因为VPA部分 可能牵涉到一些可能层面 包含就是说 第一个 你了不了解 Excel里面的函数 Excel里面 两百五十几个函数 你能不能 很得心应手的 通通 不是通通啊 大部分会被使用 比如说有很多你可能很少用到 但是 其实它是有作用的 你又没有办法 很快的可以拿它来 做很多的 你的工作 所以第一个也许 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 Excel里面有哪些函数 那这个某一个 每一个函数 基本上就代表说 它可以帮你解决某一些问题 那 基本上在Excel里面有分类 至少分成九类 十类 反正很多很多类 那里面当然包含什么 文字与资料 数学 或者是财务 统计 简式与参照 日期时间 很多类 那这些函数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帮助你 做某些的这个运算 并且给你最后的结果 那相关的书籍 我是建议像函数类 如果你不太熟的话 也许像这边有一些 什么函数的相关书籍 那这两本之外 我还蛮推荐另外有一本书 就是叫这个 职场函数468招 那顾名师 它里面有468个范例 把函数分成九大类 OK 然后呢 如果你把这468道题 全部做完 而且都会的话 那我想你应该是 函数达人的吧 OK 所以 蛮建议的 不过它有个缺点 第一个 就是它只有讲函数 它并没有讲到VBA OK 所以 我有一些题目 范例题 会用它这本书 我觉得它有些范例 做得还蛮好的 可惜就是它没有延伸到VBA 但是虽然它没有办法延伸到VBA 但是呢 我们可以自己把它变成VBA OK 你会发现 用VBA更简单 更快速 但是怎么做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上课的重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本书 它的那个解释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不够详尽 有点是把大家都当成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高手 所以呢 它的叙述 有时候都跳得很厉害 跳得很厉害 就以为你都已经都知道了 但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就最后有一个答案 这答案怎么出来的 很多人不 所以也许后面的话 我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 以后函数 那么冗长的公式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法 来解决你的问题 事实上也是针对问题来解答的 还有第三个可能 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本书是对案直接翻译过来的 所以里面很多范例 都怪怪的 像什么身份字号 有没有 它的逻辑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看来这根本不是我们这边 所以那些范例其实可以跳过去 那另外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说 函数部分 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那再来的话 你就要提升到VBA 那VBA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想可能至少 你可以拿来当一些 就是参考书啦 随时可以翻阅 但是这两本书各有优缺点 只是说呢 像这类的书籍 就是大部分都是理论居多 但是里面的范例不多 也就是说你可能看完之后 但是还是不会做 那有举一些程式 但是你要怎么实际上在工作里面应用 恐怕还是会有问题 所以也许像这类书籍请各位 隔壁那个重庆南路 有家天龙书局 都有卖这些书籍 那你如果说你觉得你想要对VBA能够彻底了解的话 那理论的部分 我想蛮建议这两本的入门书 回去呢 可以稍微翻一下 建立一下你的基本功能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把那个理论讲得太彻底 但是有些我觉得你们应该程度上看懂没有问题啦 所以回去也许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我推荐这两本书 那这个你也不用特别记 因为云端上面 第二个网址里面也有讲义 讲义里面也有那个参考用书 所以你也可以到时候如果来不及记的话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关进阶的 那进阶部分跟这本是跟录制聚集有关的 他这个五十个范例就是说 用录制聚集产生程式 再来做修改 那他范例其实也出的蛮好的 而且他的书名也取得非常好 所以这本书很快就卖完了 而且好像没有再版 就是比你早下班 对不对 那感觉其实很多人一看了 姑且不论那里面写什么 就很想要把它买回家 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就是比你早下班 对不对 那但是这本书 它的缺点就是都用录制聚集 可是录制聚集一堆东西 它程式码就是不够简洁 本来可能两三行可以写完的 它可以写两二三十行 甚至更多 那当然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也许录制聚集我会讲到 但是怎么样让录制聚集变得更简单 这件事情也蛮重要 那我也会参考他的 OK 那还有其他有关什么VBA跟资料库 那这本书讲得非常的详尽 可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不是要赚稿费 因为写很多 但是我们需要的 可能只有那一点点东西而已 所以呢 我也会把最重要你们需要知道的 告诉各位 其他还有像以Sale VBA的技法 像这些书籍 如果有兴趣 这三本是属于比较进阶的 所以按部就班 一二三 越后面越复杂 OK 然后呢 这是我们上课的那个连结 然后我们的理念 大概就是从函数一直到VBA 然后分别的话呢 从五大类的函数 然后慢慢的 我们会先讲函数里面的进阶函数 然后呢 再慢慢的进到VBA 所以今天的话呢 不免俗的 我们今天就要来开始 讲到我们需要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 一样输入那个 第二个网址 然后请各位先帮我做几件事 一 找到那个 范例档 不过特别注意哦 我这个画面是因为我有登录Google账号 看到的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呢 你们是没有登录Google账号的话 应该看到的是 类似长这样 有点像什么 像网页啦 比较像一个网页的那个形态 你不要以为是有问题 其实没有 像长这样 如果你没有登录啦 不过我是建议你就是 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登录啦 不过也是没影响 OK 那里面的话 请各位先帮我下载这个范例档案 下载的方式 如果你对于Google试算表 Google不熟的话 我是建议你就点上面有个箭头 下载下来 然后呢 把它存起来 把它允许 然后呢 把它解压说 解压说出来 第一个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云端上面有讲义 讲义的部分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另外还有参考用书 讲义部分 所以你点击进来 这是一个PDF档 如果说你将来 觉得可能有自己怕自己跟不上的话 也许你可以把讲义把它列一下 然后每次上课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刚刚讲的东西 其实都在这边 有些东西可以不用印 比如像参考用书 另外像那个 这个网址 因为我每一期都会改 所以这个你就不要用这个 你就用我们新的这一个 然后还有相关的画面 这些都有 OK 那但是这个讲义 可能每一期 我是前几期做的 可是后面每一次上课 那我会做一些些的内容调整 不会每一期都一模一样 所以有一些东西最新的 还是以什么 以这个云端白板为主 所谓的云端白板 它的来源是因为 我本来写白板 每次都写不下 而且写完之后又要擦掉 所以后来怎么办呢 我在想一个idea 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云端上 那如果说呢 每一次都要擦掉 那我不如怎么样 我干脆就不要擦掉了 我就直接点击 你就可以怎么样 打开来 那这个东西就是 等于是超在白板上面的东西 那还有更好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公式呢 我干脆就把它拍照 放在这边 然后你们都可以参考 如果有些地方 你来不及记也没关系 这边都有答案 而且另外的好处就是公式 你可以Ctrl C Ctrl V 因为有些同学 做完之后还是错 但是错不知道在哪里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比对一下 比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后面我们会有开发人员 就是开始写VBA的时候 那你就开始 头会比较痛 因为这里面的话 就要开始写VBA 那写VBA 有些同学 虽然没几行 但是就会出问题 那怎么办 如果你实在来不及 你就可以先Ctrl C Ctrl V 先让它跑 然后了解一下之后 再把程式删掉 有空的时间 再试着做做看 因为后面程式会越写越长 那特别是一定要上课 如果实在跟不上的话 反正至少你要写出来 然后呢 回去有时间 还要再反复演练 所以这个云端白板的好处 就是尽可能的每一个 所以每一道范例题 答案都在云端上 而且都有非常详细的内容 所以你可以点击进去 每一个每一个都会有 包含完成的画面 还有就是说公式 还有我们需要的VBA 都会在这边 那另外我比较建议 最好是用Google的浏览器 Chrome浏览器 来浏览会比较没问题 因为IE浏览器 好像还是有部分 是有相容性问题 OK 那我先把画面 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请各位呢 如果你还没有做那个问卷的话 那你就帮我填一下 第二个 如果做完问卷的话 那就帮我先下载那个 我们的范例档 下载记得云端硬碟上面 下载这点 右上角会有个箭头 你就把它下载到你的根目 就是你的那个电脑里 然后再把它做解压缩 那下载之后 我们今天会先从文字与资料函数开始 所以你把那个范例档 解开来之后 就找到资料夹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 里面的第一个档案 就是我们要做的练习